大家好,我的中文名字是孔明瑞,我是法国人,现在在瑞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攻读国际关系的说事。 我从小就非常想接触不同的文化,认识有不同经历的人,了解其他国家的传统和历史。 对我来说,遥远的中国不但是一个在国际上非常重要的国家,而且也有独特而多彩的文化。 这就是我高中毕业以后决定去东方之珠香港读了三年书的原因。 我在香港也发现中国的文化很多元,所以我决定去中国的不同地方旅行和联系中文。 大一以后,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了两个月的中国文化和历史。 我大二十,又去青岛上了一个月的中文课。 我在学习中文的时候,培养了一个新的爱好,叫简直。 我现在想给你们看我怎么做一条龙的简直。 我希望你们喜欢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在中国三年的经历不但让我培养一个新的爱好,而且完全改变了我的心态和想法。 最重要的是,我明白了,不管我们的文化、语言、宗教、种族和年代如何不同,我们始终都是天下的一家人。 在这个是要面对越来越多危机和挑战的世界,大家如果能够更开放地迈出第一步,我们就可以互相学习,一起携手见识美好的未来。 谢谢大家。